嘿!又來到我沛山studio 今次我們講一下Jer的新歌 《大海少年》也是照舊 希望你給個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Jer這首歌整首歌的旋律比較有情 Jer亦說這首歌是想給大家有力量 希望就算生活多不好、多艱苦也好 聽到這首歌的人也不會覺得只有自己一個 說同行的人還有很多 至少還有Jer 這首歌的MV故事就是 男主角失業 之後回到家 想不開想自殺 吃藥自殺 之後就昏迴了一段時間 回憶和之前爸爸的一些畫面 當中有一幕就是和爸爸一起造船 而Jer說 爸爸跟男主角玩的帆船 其實就是想教識他一個道理 小時候小朋友可能不知道 覺得純粹是一隻船 但是爸爸其實想教他成風破浪的道理 讓他長大後 想起爸爸曾經教過他的東西 就會用得起自己身上 所以MV裡的阿Jer就說自己是一個天使 就叫醒他 提醒他要成風破浪 不要因為一件失意的事 扭不開 就說打醒這位男主角 要他繼續面對他的生活 而這首歌簡介就說 失落的時候需要陪伴 或者沒有辦法去治癒什麼 但是陪伴是很重要的 即是 不管是家人、好友的陪伴 即是電影、一首歌的陪伴 即是種種的陪伴 其實都是很重要 說當發現真正的大地 原來只是在你心裡靜待你 服完之後很好的灌溉 正是此心安處 終會迎來芬芳的一片海風 不是從愛 而是從內心去庫患而來 所以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 愛在的陪伴是重要的 但是自己的內心 修復的能力 或者治癒的能力 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你要令自己堅強勇 地繼續走下去 面對這一切的困難 都需要自己的醒覺 或者自己的堅持 才可以做得到 而這首歌就是想 當大家面對困難的時候 都可以作一個陪伴 陪伴著大家 亦都提醒大家 成風破浪 不要那麼容易被打敗 勇於接受挑戰才會更上一層樓 這次就和大家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講過吧 希望你給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